你好!我们又见面了 大家早安、午安、晚安、全日安 欢迎来到正向分析九中聚 谢谢大家的支持 希望大家帮忙点赞、订阅和分享 今早我听节录时发觉有点爆咪 但其实这就是消杂音系统做出来的问题 我现在又停用消杂音系统了 理论上应该是没问题的 如果有问题也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有些东西都是在调试 第一件事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想讲一下李家超 为什么又讲李家超呢? 就是这样的 他有讲到一些关于区议会选举的 其实区议会选举大家都看到了 很多宣传那些东西 有些东西是很有趣的 这就是我们的盲友见得到的情况 就是在街上 现在有很多人动一些二拉架出来 那这些二拉架呢 很多都是立法会的政治明星 包括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的 他当然是背书他自己的党的候选人 但不止是他这样做 其他党也有这样做 例如李慧琼 就算好像连这个... 如果我没有搞错 就是刘国勋也有的 那些二拉架 就是那些候选人的二拉架 就是后面的立法会议员 还放得高过那个候选人 其实很厉害的 大家记得去投票吧 12月10日 他就说选民在选举里面宅忧 可以根据对方... 在对该区的熟悉程度 是不是勤力 还有是不是有热城为社区服务 为什么之前没有说呢?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他会有这样的东西 他说...李家超说的 不要再搞政治集音政治 不要搞政治集音 集音政治 什么叫集音政治? 其实... 就是这么说 有人提出不同意见 很老实说有人提出不同意见 你就说人家是软对抗 如果说那些意见你不适合 你就说是集音政治 不要搞集音政治 其实那个问题就是 那些候选人对那区的熟悉程度 是不是勤力 是不是有热城为社区服务 根本大家都不认识他 怎么知道有这样的东西呢? 现在在很多区都有这个问题 就是那些人不认识候选人 本来在做的那些区议员都没得去选 其实就是... 哈哈哈... 你说是否厉害呢? 他当然... 他最重点... 其实我之前也说过了 就是有远对抗 故意指政府只是重视某一点 就是重视国家安全 不理其他方谬的 那... 我也没有说你不理其他 说真的 只不过... 你... 聚焦在一点 其他周边的东西会失焦 现在很明显地在做一件事 就是... 在搞区损 就是聚焦在一点 所有的力量就放在那一点 就是搞区损 但是现在我就知道一件事 在香港 这些是... 现在在做的区议员报料 要找食还做事 这个星期是找不到人 不是说笑 是真的 根据正在做的区议员的说法 就是... 现在根本上 所有的人都走了去搞区议会选举 就是... 实际上呢 要找政府部门的人做事 打不通电话 不知道是不是巧合 不知道是不是巧合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关 不过事实呢 我现在就讲事实 事实就是找不到人 吃还都找不到人 那... 希望大家客观点 自行评价 用回李家超 熊辩王的说话就最好了 事实胜于熊辩 希望大家客观点 自行评价 当然了 这个意义非常重大 这个就是区议会选举完善地区自理体系之后的 首场大型选举 意义非常重大 选举事务处就会调配 超过三万个工作人员 在投票日负责投票点票和支援工作 其实我现在也是很有兴趣想知道 究竟整个区许是花了多少钱 以及我很想知道 集音政治的定义是什么 其实我真的很希望可以了解 集音政治这四个字是为什么 就是什么叫集音政治 我最初也不知道他有说这番话 就是什么叫集音政治 其实这个问题就是 是不是香港一直有些人觉得 现在不太妥当 其实很多人都出了声 是不是不太妥当那是集音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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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是多元开放 是不是 香港是多元开放 那 你如果一言堂的话 是不是没有集音 多元开放的话 就是会有集音 是不是 就是这么说 如果你做了议员之后 你就要参与一言堂 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很期待 红变王 说一些事实出来 汪尼尔就说 那个区三个都不懂 我看三个简价 一个是董事 一个是工程师 非常多的颜头 一看完 只是觉得你的身份 怎会有空处理区里面的问题 就算你是有心 究竟有没有时间处理 没有时间处理 你打一份工程师都很忙 哈哈哈哈 好像我说 每天抽三四个钟来做节目 很辛苦 其实我是不想做的 说真的 我说过事实给大家 我是不想做的 因为越来越少 好像没什么价值 确实没有价值给大家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所以 每一次都是想过 说不做 但是呢 每一次 红变王出来 说了一些东西 我忍不住 一定要说一下 红变王说的东西 因为红变王实在太厉害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何李旭就说 那林太太在韦时政军 KOL 指指点点 是不是习音呢 他可能就是这样 哈哈 哈哈 那么 这次香港Para Tour就说 政府搞的宣传期 全部都只能够用一次 不环保浪费 就算你可以重用 也不会重用 因为几年才算一次 那些期都不知道 都放在哪里了 几年之后 哈哈哈哈 Menthali就说 政府要一言堂 我不知道是不是 原来有说到 不要有习音政治 我最初真的不知道 因为没有留意 他说 不要再搞习音政治 其实 你说上一届 不是上一届 区议会不是立法会 应该这么说 就是现在正在做的区议会的人 剩下的那些 那些是没有问题的 好了 之前他们搞的那些有问题的事情 他们不是习音政治这么简单 他们是将区议会 提升到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情况 他们不是搞习音政治这么简单 所以 有时候我看到这个红辩王说话 我是觉得 究竟香港人做错了什么 香港人究竟 前世做了什么坏事 还有 现在最伤的那些人 我跟大家说 其实真的最伤的那些人 是一直信政府的那些人 由19年信林郑 疫情期间都是信林郑政府的那些人 信到李家超上场 都是继续信政府的那些人 到他搞那些 听郑棍说话 输入外勞的那些 你知道出事了 原来信政府是这么大件事的 就是你相信政府不会做一些坏事的嘛 结果那些政棍提出来的那些坏事 政府还跟着做 还要做 你提出反对意见 好像立法会那里有几个勞联的议员 提出反对意见 这些原来 好像有一疑似李家超 就会看成这些是习音政治 你说香港有多大事啊 是这样的时候 這個罐头说把那些三四线腹出来拉票 我看老板说 早上6点就要帮忙拉票 其实很有趣 现在这个环境 很多人都觉得不对路 入面的那批 就是三四线的腹蛋不是想做大饭 是想令到中下的那些人 不是,我不是說全部都是這樣 有很多是上中下層的人找不到食物的 這真的是大領諾 也感謝Line King88的支持,多謝你 現在當然看到環境是不太妥的 但無論如何,12月10日大家記得去投票 證棍分類員就說,你同志做得好 你這份功課做得太精彩了 中央一定會高度評壓你的所作所為 我不認為會,坦白地說 我不認為會 其實這次他現在在區選做的事情和曬冷無分別 你可以看到,從來香港搞選舉從來沒試過這樣 鋪天蓋地去宣傳 選舉之前那一天,還搞得很多人沒有電視看 但有些人投訴,有些網友跟我投訴 星期六日我平時看的那些電視就沒得看了 去轉播那個什麼繽紛 是啊,如果你說真的 本來打算看的電視節目,結果沒得看 是不是 現在這麼大陣仗,當然你說是不是一定可以的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是不是一定可以的 不過如果有空的話,大家當然盡量去投票 不要刻意去避免,說那天我要上深圳 這樣就不太好,對不對 我先看看 那... 正棍分率員就說太離譜了 那我不知道 那... 荷里玉就說齊透票,選X能 那... 選過沒那麼壞的 就是我的看法就是 如果真的不懂的 因為其實李家超說話很有趣 他就說要... 選... 選舉裡面擲憂 是擲個沒那麼壞的,不是擲憂 現在是 對不對 還有你說對方對該區的熟悉程度 有些人在深水埗做開社區的事情 然後去了荃灣算 就是... 是不是... 李家超是批評這些人呢? 其實還有很多候選人是空降的 去不同的區域是空降的 還有一個人勤不勤力 你怎麼知道 你很認真地說 你看一下他的選舉資料 因為有寄給大家的 你怎麼知道他勤不勤力呢? 每個人都寫 哦... 誰是誰支持 全力支持 那你怎麼知道他勤不勤力呢? 哈哈哈 對不對?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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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算了 我講到這裡就差不多了 其實... 他們的做法呢 我告訴大家 做到像台灣選舉一樣 其實有很多人 就是他們... 我不明白為什麼要把台灣選舉... 其實我很反對這些事情 我一直都很討厭這些事情 他們有一幫人說要去台灣官選 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呢 就是要把台灣的東西帶來香港 現在很明顯 區議會那裡有很多事情 就像台灣搞選舉一樣 又搞什麼大會演 喏 汪布尼就說 說廢話 電視台有超多一個 你可以隨時選擇 怎麼會沒有東西看廢話 你都會殺暗的 七個大台 都是直播的那樣東西 你都很傻的 汪布尼 你要7000 就不要在這個節目上7000 我知道你是7000頭的了 告訴你 喏 那麼... 經常有做show feel 其實我告訴大家 其實還有就是 他們有演唱會的那些燈牌 其實一直有的 那些選舉的那些團隊 我不是在香港 但是有幫忙有報料給我 在那些... 就是... 柯仁天橋旁邊 又有兒拉架 接著就弄過那些燈牌 好像去演唱會一樣 哈哈哈哈 哈哈 那麼... 那麼... 天下第一爺就說 選舉完 學校星期一放假 政府都好像鼓勵家長出去玩 那麼我不知道 這個是... 說真的 如果你... 正常一點的社會 我認為選舉 就不要搞到那麼大龍鳳 因為真的沒有必要 因為真的沒有必要 你搞到那麼大龍鳳 其實... 你說我這些是良正善治的 所以可以搞到那麼開心 搞那麼多錢去宣傳 所有事情都要計成本的 是不是 哈哈 怎麼可以... 就是... 完全不計成本去做 其實就是... 還有... 你那些... 候選人現在拿的那些燈牌 為老實實 就是說... 你說可以... 與時並進 這樣... 夠勤力 這樣... 我其實覺得... 整件事... 很... 很... 很久 對不起 其實我看來也是很生氣的 那... 汪尼奧就說 昨天我聽Whatser說 關於立法會議員加薪問題 問了不知幾位議員 其中有一位提議 這個我們節目就有說過了 之前 他說要加薪百分之五十 那麼議員做了什麼 好像沒什麼大作為 還有他們現在的議員是自肥的 以前呢 你如果是兼任立法會和行政會議 你的薪金是要收少一點的 但現在不是現在可以收足 他們說 其實他們那些人很離譜的 根本就是在搞自肥 其實就是 還有呢 現在搞到選舉好像台灣一樣 我是超不喜歡的 老實實 不過沒辦法 真的沒辦法 對不起 這些人微年輕 他們成了一輩子 那些人說要把台灣的東西 帶過來香港的嘛 那現在原來真的有人把台灣的東西帶來香港 就是後面有人站台 這些也是台灣風格來的 就是說 現在全力推薦 全力支持哪些人 全力支持那些立委 他們全力支持下面哪些人去選 他們那些裝腳去選 是直接用同一套東西 說真的真的沒有必要 整件事很久 那麼 那麼 河虎就說 簡直是 只有兩個字 就是開餐 那麼 那麼河里玉就說 比台灣更差 他已經搞到整套東西 好像台灣一樣 已經是 就是 很搞笑的 那麼 政棍分裂員就說 花了很多納稅人的錢 那麼 看看究竟 就是 每一票是花了多少錢 其實真的要計算他 這個數目 如果沒有立法會議員出來 去問這條數目究竟是怎樣的 香港的透明度就沒有了 可以很肯定這樣說 如果他強行把這條數目 就隱藏在其他東西那裡 大家都覺得 香港也是能夠收屁的 我跟其他朋友也是這樣 聊天也是這樣說 因為有些東西 你的數目是一定要公開的 就是 你的收收賣賣的 其實是不行的 那算了 來到這裡 休息一會 回來講講其他話題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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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